苗里的武衛案件落到那裡 苗里的安董事由從今天入去 軍軍鄉飛鑲 要鼓勵國際官團體 購買苗的品質過後期努力 有傳統領帶 當中入住民的三千公斤的武衛 軍軍通路亞的天氣 台地含有四千公斷的武衛 五千磅 因爭努民受騙的 不會磅的 嚇到六千週末本嗎 從房間以來 武衛的環境來當中 都會清好定期 不過今天公關武衛 加斯路太家 有別不出席的問題 農民都不感受 就將週末講解 但是問題是 這個時候 芋頭已經到了逐月 那你必須要去採收了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 希望除了過去的一些 傳統的一些市場通路之外 能夠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 以前來講 我市場很年輕的 我會經營了錢 所以我會經營了錢 我會經營了錢 每年都沒有錢 米台灣三年來 香港的武衛 沒有嚴重持有從 未來的天行銷 除了這個學校營養運船 營養帶來 疑養團體 導賣營養的農産營餵 我希望經營養 兩岸農産交流 來幾個武衛 也不會出席的問題 希望他能夠跟我們的這個湖北 武漢的這個台辦 能夠來幫我們銷售 不光是儀頭而已 其他的像院裡的儀丸等等 加工過的能夠擺比較久一點 因為剛好我們自己餐廳也要用到 而且好朋友的餐廳也會用到 那初期天空總管事 便預購三千公斤 苗里的武衛中油 六百二十二公圈案發 雖然已經有好修正 不過也下工館通路 初步安裝含油 吸塵工頓網絲 工館農品 並未提出 湊酒油品 希望你來賣 請你用幾個 萬物 出席的問題 下個新聞 請問 明日報道